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寅柱请员工拿300万现金给徐止瑜用在民众党台坡大楼办公室的装潢 不过另有媒体报道陈寅柱说他不认识柯文哲没捐政治现金 这就奇怪了陈寅柱何许人也怎么会跟柯文哲搭上关系呢 而橘子领了民众党7年的薪水才29万多竟然回捐30万给民众党 后来被发现捐款的还有橘子的外婆郑宠儿 杜聪明家族的人时间店就在金华城开发许可之后 难道这些捐款都是人头假捐献征汇款吗 而徐止瑜成为柯文哲心腹还要充当人头 现在滞留日本跟柯文哲的儿子都在日本 所以一个是钱包装在儿子的口袋里吗 徐止瑜还被报跟柯文哲去逃出影员 穿梭柯文哲隐秘的政商名流聚会 关系复杂还被报办公室男女关系哦 议员爆料柯文哲随护城门中偷吃橘子 消息传出跟内斗有关 所以是谁斗谁 柯文哲让财团名门的子弟进了办公室 拉拢关系又放任内斗 最后还要让他们背锅断送前途吗 这就是所谓的新政治是如此的黑暗吗 柯文哲遭积压一个多月 民调超过半数民众认为 只有图例进化成根贪污收贿 民众党喊集结结果不到200人到场 黄国昌骂这些媒体垃圾报道 还呼吁霸梁投不同意票 说是对绿色新威权的反对票 黄国昌还能出什么招呢 如同国台办今天终于回应赖总统的祖国论 说辞实在有够弱了 最近《局势发展》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新闻市议员卓干廷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是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哥好 大家好 还有智慧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哥好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一军 中江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陶云市议员林涛 中江哥大家好 再是网路迷人四叉猫猫猫 大家好 还有资认媒体员邱明宇 中江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这简连 昨天约谈11名政商大咖 被媒体形容是全明星阵容 包含了什么东森 茂德建设 还有郭宝的老板等等 还有博弈教父之称的陈寅柱 来先讲名语 原来这些人都有捐民众党 捐给柯文哲 也真是让外界大开眼界 昨天北检大动作约谈11位 那刚刚就是讲了这些 这个政商界的名人 包括有王令玲 张高祥 甚至邱佩玲跟陈寅柱这些人 那我必须讲 有些人会认为说 邱佩玲现在是谁啊 现在是这个基隆市的副市长 大家就说 这个是跟罢粮有关系吗 没有啦 这个太扯了 那事实上邱佩玲 曾经在东森的这个集团 担任过高层的角色 所以他是不是也跟这个 政治现金有关 这个是值得万位的地方 那还有讲 昨天第一时间 那个媒体的标题出来 就说这些人 是不是跟金华城有关系 但是你仔细去推敲 这些人应该也是 跟金华城无关 那如果说 这个都没有关系的话 那跟什么有关呢 应该是跟政治现金有关 捐权有关 是是 好那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看 首先先来看这个 王令玲的部分 事实上王令玲 在2022年的时候 曾经被时代力量 给揪出来 说他曾经有捐给 这个黄珊珊 黄珊珊当时是 以武党籍的身份 去参选这个台北市长 好那说实在的 你要捐给黄珊珊 这个都没有关系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支持 可是呢 为什么捐的部分 会有猫腻呢 这个时代力量当时就有找出来 跟现在这个看起来手法是很相同 当时呢 王令玲就找了旗下 21个人 21个人 包括这个都是高层 这些都高层 各捐10万块 总共又210万 怎么又是210万 对 怎么都210万 金华城不是七名员工 210万 对 然后这个黄珊珊也是210 不知道是不是 只要加入民众党都跟210 又是巧合吗 情有独钟 好 那这个金华城是找了七名员工 捐了三 各捐30万 210万嘛 对 那这个东森 这更高纲 找了21个人 一个人10万 捐210万 好 那所以这个 你看黄珊珊当时的手法 是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黄珊珊 在2024当了这个 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之后呢 觉得不错 也用这样的手法 来化整为零 所以这个企业界 这个也是这样做 那我必须讲 事实上你 不管是企业或个人 其实大家都有扣打 可以捐给这个总统候选人 捐给政党嘛 包括企业100万啊 个人是30万嘛 这样子的捐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合理的捐 那为什么 这个第一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你要用这种 人头的方式去捐 包括比如说 我们就请问那个 王令玲的这个王董嘛 那你可以自己合理的捐啊 而且企业合理的捐的话 你还可以抵税啊 不是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用人头的方式 要搞这样子的手法来捐 你黄珊珊来这样一套 结果你现在金华城 也来这样子的一套 都要用人头的方式 这个是大家这个值得 这个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对捐法很奇怪 对好 那我这边再次的强调 我不是要帮企业界讲话 但事实上 你包括这些企业界 他们就是商人 他们就想赚钱 你像威京小省 他巴不得他的容积率 最好不止到八百四 你还可以到一千到一万 不是更好吗 对 这个企业界当然是想要越多越好 赚的钱越多越好 但是问题是 就是说你市府 或是柯文哲 台湾民众党 你不可以 就是说给他对价关系 你不可以答应他 包括你要帮台北市民守住 这些容积率 该多少就是多少 你不可以给他 所以我们今天完全苛责的 我们没有要苛责这些 这个企业界 我们要讲的是说 你台北市政府 是你有问题 是你柯文哲 你怎么可以 就是说放水给他 那中间是不是有对价关系 那事实上 你知道昨天 这个包括什么张高祥 然后包括这个什么 王立宁出来之后 我有去看友台的反应 我想说友台要怎么去做 那我真正觉得 白幕的是谁 白幕的是陈志涵 昨天民众党 陈志涵有够白幕的 你知道他第一时间 他去发了一个文 他讲什么 他说下一个会不会是刘宝洁 会不会是吴子佳 这些人要被 就等到被约谈 他说因为他们爆料什么 下一波应该有刘宝洁 跟吴子佳 毕竟冷钱包都被他们掌握了 陈志涵你是有事吗 你去讲这个干嘛 你就是论事啊 对不对 这个人家这个企业 后来我去看了 他们这个友台的相关节目 哇塞 他们整个霹雳 霹雳活起来 一个小时就在大骂民众党 大骂柯文哲 他们认为说 这些老板 不管是跟你有交情 或是说怎么样赞助你 现在赞助你的人 要被北柬给调查 还要被曝光在媒体之下 以后有任何一个人 会想跟民众党交朋友吗 有人会想要再捐钱给你们吗 就不会有嘛 所以你这个时间点 是民众党的危机 他们为什么老是喜欢把伤事当喜事来办呢 就现在是你的危机 你还有时间去奚落别人 然后下一个换谁 下一个换谁 在那边点名 你有事吗 陈志涵 更不用讲 你还是这间公司出来的员工 对 我觉得说天哪 我自己看到 他好像一副看好戏的那种心态 对 我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你知道 这些电视台 他们昨天在讲 就表达他们的立场 就说我捐钱给你 现在我还轮着到被你奚落 那我还那么倒霉 还要被北柬调查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你倒了 以后不会有人要捐钱给你 没有人要跟你交朋友了 我最后再讲 还有一个也算是 也算是有点衰 就陈寅柱 陈寅柱大家讲说 他是什么博弈大根 昨天也赫然在 北柬调调的名单当中 那昨天他出来呢 当媒体就赌上去 就问他说 他认不认识柯文哲 有没有捐钱 他就很低调 他就说没有 但是事实上 今天周刊就有最新的爆料 是说陈寅柱呢 就指派员工 拿300万 给300万 给昨天的重要的关键 爆料的那个举止 300万是现金 拿给柯文哲的这个随行的秘书 就举止 昨天许子瑜爆红的那个 就说拿给他干嘛呢 是去装潢啊 装潢柯文哲 在台坡大楼的办公室 那好了 简单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那个办公室 大家都知道 都是那种简易的清格间 那种partition 都是那种隔一隔的 要300万哦 那第二个 今天早上呢 他们党的这个发言人 吴怡轩就出来 他讲的回应 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就是他讲说呢 这个许子瑜呢 是市长的 这个办公室的基要啦 那他是说 这个市长如果见谁 都会有这个登记啊 那他说 这个是一个乌龙编剧 我就问 第一个人家陈寅柱 这个是拿去党 是当时在民众党 这个许子瑜 已经到了柯文哲 这个党办公室的 这个秘书这边 这跟市政府有什么关系啊 陈寅柱不是去市政府 陈寅柱是去你台湾民众党 所以你为什么要用市府的这件事情 帝国道菜党呢 我觉得这个很坏 再来 他说这个是乌龙爆料 那我就问 那你现在台拨大楼在装潢的钱 究竟是谁的 你就拿出来就好了嘛 你一面否认说 陈寅柱有拿钱给许子瑜 你能够帮许子瑜背书吗 你怎么知道没有这笔钱呢 如果你否认的话 不好意思就请你拿出来 现在台拨大楼的办公室 究竟是拿谁的钱来装潢的 是的确我们看到 其实因为是检方昨天约谈 真的是大动作 这些都是政商名流 所以才有说这是全民性阵容 所以包括一些企业名人 比如说这个东森的王烈玲 他们有21名的董监事高层经理人 总共捐了210万 政治现金给黄珊珊 怎么又是这么刚好 又是210万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那另外还有这个 我们说博弈教父陈寅柱 是捐了300万的现金 是亲手拿给 他说叫员工 然后拿给橘子 去装潢他们的办公室 当然这是媒体报道 因为后来媒体也有去问陈寅柱 陈寅柱说 没有 我是不认识柯文哲 也没有捐政治现金 那就奇怪了 这要请教冠婷 到底怎么回事 陈寅柱怎么会说他没有捐呢 可是媒体又报道说 他拿300万现金给这个橘子 难道这个有分不同的账吗 中奖哥我觉得这个案子 当最近才在跟这个案子的观众朋友 没啥啥 怎么这个政商全明星队会出现在金华城案当中 有媒体大亨 有博弈教父 有橘子熟了橘子 这些人都是心冒出来的嘛 首先我先讲 到底这几个人是不是跟金华城有关 我抱持存疑态度 昨天啊 这个陈寅柱被调查完之后 走出来 媒体问他的问题是问说 你跟金华城案有没有关系 他说没有 没有 那后来他包含对外的讲法是说 他没有捐政治现金嘛 但有没有捐政治现金 跟有没有拿钱帮忙民众党跟柯文哲 这是两件事哦 所以我先讲 就是假设如果真的陈寅柱 没有出现在政治现金的表里面 那检方怎么会找他 对所以现在关键来了 我们现在都是大家推估可能性嘛 为什么这几位媒体大亨 博弈教父跟这些政商名流 会全部都被调查 很有可能还是回到本来的USB 你假设一个状况 今天有什么状况会十几个 我刚才讲的全明星阵容 会一次被传去当政人问一下 而且检方其实也讲的很坦白 对外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说 检方要去厘清 这几个人跟金华城案 有没有关系 大家记不记得 在一两个月前 柯文哲随身的这个USB上面 杂志所揭露的是表示说 省庆金 1500斜线 这一个账户 那是不是今天也有可能 在同一个USB当中 有出现这几个人名单 所以检方要厘清什么事 第一个要厘清 你们这几个人 是不是跟金华城有关 但依照目前为止这几位 无论是东森集团的王令玲 还是说是那个陈寅柱的人 问完之后就让他们回去了 看来跟金华城案没有直接相关 可是跟金华城案没相关 难道柯文哲没有跟他们拿钱吗 这现在是一个大问号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今天陈寅柱传出来这个300万 假如真的有给柯文哲做装潢费 而跟金华城案无关 最后顶多会是什么问题 违反政治现金法而已 罚个钱而已 因为他那个等于是没有登录 对不对 没有申报的 假设是现金300万 也没有进到政治现金户头 假如有的话 最后以单纯做这个案子 不会有人被抓去关了 违反政治现金法 罚个钱 监察院补登 所以依照现在案情来讲 这几个人其实看起来 跟金华城的直接连结 我们目前没看到 可是我质疑的点 跟我觉得有问号的点是 陈寅柱这个人其实 过去他有非常多重身份 有人说他是博弈大亨 但也有人说他是嘉义大善人 平常做了很多善事好事 我可以客观的讲 因为我跟陈寅柱不认识 可是我小弟 我混这个圈子 也混了十几年 我以前是跑社会新闻的 其实在江湖上 多少多有人欠过他人情 我质疑的点是这个 就是说陈寅柱如果是主动 帮忙柯文哲 会是只有三百万吗 以他的实力 小弟我以前跑社会新闻 也是认识了几个江湖界的好友 这个国动哥是我们前辈 中国前辈 陈寅柱三百万 这数字 不要笑死人了 太少了 就是说捐给总统参选的人三百万 如果是陈寅柱他要捐的 太少了 所以大家认为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假如陈寅柱真的有拿钱给柯文哲 应该不会是陈寅柱主动的 会不会是柯文哲去要的 我跟他讲 但是合理推估 那很敢 这真的合理怀疑 今天陈寅柱要捐给 无论蓝的绿的白的 会是三百万这个数字吗 你去江湖上问一问 不会是这种数字吗 那好 如果是要的 如果是柯文哲要的 那比较像是陈寅柱打发他 这比较像是打发他 以上纯属小弟跑过社会新闻的推估 没有证据 这第一个我要讲的 第二个我要讲是说 如果今天柯文哲金华城案以外 最关键的这个政治现金案 是不是有用政治现金掩盖汇款 这是大家在意的 跟公众事务有关的是这个 就是说你看哦 包含橘子 就是他的这个特助 以及他的儿子柯富瑶 为什么他们的金流会有这样子的巧合 今天当你7月22号 台北市政府核定金华城 土地开发许可之后 在8月3号 举止 许子瑜捐款30万给民众党 合理吗 合了金华城之后没几天 然后你底下一个助理 捐好捐满捐30万给民众党 另外哦 包含许子瑜的外婆 他家的亲戚 也都捐总共90万 他们是不是很喜欢这30万捐好捐满 所以这是现在检点追查的重点 的确柯文哲的钱包 现在才被检方呢 把它掀出了一小角 那这一小角 因为跟橘子有关系嘛 原来这个还分内账跟外账 还有分政治现金有登陆的 那再来因为橘子本身也捐了30万嘛 那以他这个7年在民众党 也不过才领了29万多 竟然一口气这么豪气的就捐了30万 就让他觉得怎么可能呢 猫猫这个你的了解 他不光是捐30万 连他的什么 连他的外婆也有捐钱是不是 那时间点又是什么猫腻呢 发现说这一位叫做郑宠儿 郑宠儿呢 他在那个 他总共捐过了31万 给台湾民众党 还有黄山还有柯文哲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那个叫做杜翠玉 他捐了30万 然后另外呢就是橘子他本人捐了35万多 本人捐了30万 然后他大概领过了29万的薪水 大家来的区域就包括奖金 这看起来有些是奖金 有些是加班费 就看起来应该是 就之前有在里面工作 挂党部 而且很有趣哦 就代表说 他有时候是挂党部 然后有时候是挂 可能挂在那个 其他的地方 像北市府 这样挂来挂去 社会局嘛对不对 对有可能这样挂来挂 因为我发现民众党很多人都这样 民众党很多人就是 这边挂几个月 然后那边挂几个月 然后这到处挂来挂去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领期术 就领这一段 然后就查不到 然后可能又别的地方 又可以查到 跳来跳去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有趣的是我们看 捐这30万的时间点 111年8月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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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2年的8月3号 那我直接拿出竹谱 拿出竹谱会最清楚 就是奶奶 外婆 外婆 然后妈妈 还有橘子 一家三代 在同一天 手牵手 各捐30万 对哦 是怎么样 是跟柯文哲很好 很有爱 对啊 很有爱 是阿伯那么大了 因为他之前还要讲 奖全金事件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 是怎么样 阿伯那么大了 你还要就是 总共捐90万奖全金 给他是不是 对啊 因为你竹谱一拿出来 就是一条线 就刚好一家三代 我们就是质疑说 你这个钱呢 是真的你们一家三代 就是都很喜欢柯文哲 还是人头呢 还是人头 就有三个人头界嘛 然后就刚好一家奶奶 妈妈 女儿三个一起去捐 那时间点是跟 进华城有关吗 是拿到许可之后 时间点的话 是2022年的8月3号 那个进华城的 7名员工不就是说嘛 主管拿钱给他 然后呢 叫这个员工呢 去捐给柯文哲 对那个时候是 2020年3月24到26 这三天嘛 然后总共有10个人捐 10家一样 因为有个兄弟一起30万 所以10家一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是30万 然后7个人被约谈 5个人认罪了嘛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他们民众党只要去找 那个同一天有很多人捐 或几天之内有很多人捐 可能都有问题 又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猫腻所在嘛 因为2020年的7月22号 那时候台北市的都发局 核定精华城 土地开发许可嘛 然后8月3号 许子瑜捐款30万 给民众拿 然后同天还有2笔30万的捐款 就是都是他们 所以我们也希望举止 赶快回台湾 说清楚 讲明白 不要再躲在国外 因为其实他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我去日本玩 我去日本也玩了一个月 对啊 我去日本 那你太早回来了 不然你就留在日本了 你知道我去日本玩 上通告的时候 其实名嘴之间 其实在讨论 就有提到说他出国了 那个时候就是 我忘记谁讲 因为那个时候广告时间 大家在聊闲聊 就有人讲说 听说柯文哲身边 好多人都出国 然后我就 我那时候就顺手问 我就顺便问 有谁啊 他就说像橘子啦 所以其实一个多月前 其实就有风声说 橘子出国了 那那个时候只是想说 可能是出国 因为那时候世界 还没有闹那么大啊 然后结果现在才说 原来已经逃了一个多月 还没回来 柯文哲的儿子 也在日本念书啊 所以有人说 他是不是跑去那边 找他儿子 还是要怎么样 都在念书吗 他儿子真的有在念书啦 我有去查他的那个 我有去查研究所里面的名单 有他的名字 也确实有写一些 那个什么论文相关研究的 所以真的有在念书 对对对 他是真的有在念书啦 对对对 那念书之余 是不是也可以帮爸爸一些忙呢 对不对 他上次才刚帮过妈妈开公司嘛 对不对 冠婷那你怎么观察 这个金华城 拿到这个开发许可 然后隔没几天捐款就进来了 我要强调就是台湾真的很小 所有的人事实地物最后都会碰在一起 当时呢 许子瑜 橘子这个人的名字 一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怎么这么眼熟 没想到 真的是之前柯文哲告我的时候 所自己传的证人 你们想一个状况就好了 今天民众党到目前为止 也都不敢跳出来讲说 许子瑜跟柯文哲关系很远 现在外传就是说 他是真正柯文哲 贴身带刀侍卫的贴身带刀侍卫嘛 有人说他是地下主席 有人说 所有的钱 很多都透过他来处理的 包含刚刚视察猫揭露的 连捐30万这种事情 在同一天 跟他的亲戚啊朋友啊 30 30 30 加起来90万 捐进去给柯文哲 这关系当然是非同小可嘛 因为我们用常理推断 如果你正常来说是民众党的员工 你怎么可能领一点点的钱 然后一次一笔就捐30万给柯文哲 这个是明显背于常理的嘛 对 所以现在外界怀疑是说 如果连外界 不一定是洗钱 有可能是洗钱 有可能是有人不想要露脸 而透过人头捐给柯文哲 也是通过许子瑜 代表你们关系很近嘛 那现在外界呢 就有人在讲说 连举止这种 老实讲不是台面上的人物 他的讨论的声量 这个呢 是一个粉丝专业叫声量看政治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你看哦 橘子这个默默无名 居然在泛绿的观察的社群当中 哇 声量整个暴增 这是暴增的几倍 暴增的十几二十倍有 连一个默默无闻的橘子 徐子瑜 讨论度都变这么高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大家 看到台面上的角色了 而是真正知道案情 而可能表面上不是这么大的角色 但其实是关键的角色 也开始透露在阳光底下 代表这个案子快破案了嘛 我拉回来讲 徐子瑜如果真的 如同周刊翔所讲的 他跑去日本 柯文哲还跟他讲 要保护好身边的钱 然后呢 他这样子的一个贴身带刀侍卫 都已经谈在阳光底下 那离破案真的不远了嘛 我刚才为什么要讲说 我跟他曾经在法院上面交锋过 简单讲就好 之前我揭露高宏安当选之后 柯文哲跟高宏安两个人在密室会谈 而当时的密室会谈的地点 后来是在新竹的一间豪宅的毛胚屋里面 柯文哲除了随护以外 只带了一个助理在现场 这个助理是谁 又是徐子吗 就是徐子 徐子瑜 然后呢 所以柯文哲传了当时当天 唯一陪他的幕僚 不含随护以外 唯一的助理 徐子瑜到现场证明什么事 徐子瑜现场就讲说 柯文哲如果跟高宏安吵架 一定会跟他讲 我现场吓到了 我就问他 那难道 陈佩奇跟柯文哲吵架 也会跟你讲吗 徐子瑜傻眼了之后 现场就跟法官讲 没有没有没有 不一定会 对对傻眼 然后最后呢 我的律师接着问他说 那你能够保证 柯文哲跟所有人吵架 都会跟你讲吗 结果被对方律师打断了 律师说跟本案无关 不让我继续问 所以我们无从得知 但观众朋友你们透露出 这个什么关键的讯息了吗 就是徐子瑜他自己在法官面前 表达柯文哲跟任何人吵架 都会跟他讲 这种人不是核心 谁是核心 对 这句话有陈佩奇听了 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怎么可能有个幕僚 我跟谁吵架 我跟谁吵架 都会跟这个幕僚讲 有点奇怪吗 可是无论到底会不会跟他讲 你可以看他的态度 什么自我膨胀吗 超级自我膨胀 而且觉得我就是柯文哲的核心 那这种人在法院上讲 冒着可能会被罪 做伪证罪的危险 为什么会讲有可能伪证罪 今天法官如果觉得说 你在骗笑 怎么可能有一个碰轰 一个幕僚 能够讲说 我老板跟谁吵架 都会跟我讲 然后现场我们质疑之后 他还讲说 对 我老板跟谁吵架 都会跟我讲 那无论是不是碰轰 宗翔哥至少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个人 这一位橘子 徐子瑜 真的是柯文哲核心中的核心 柯文哲未来跟他的关系 等他回国之后 很难赖得掉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个检调查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真的让外界大开眼界了 原来这钱是这样子 真的要源源不绝地 进到柯文哲的账户里头 当然现在因为这只金手人 是橘子 那同时橘子的角色 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单纯 因为之前也被发现 柯文哲在五星级饭店 宴请中国企业的老板 那时候的议员就有批评 你柯文哲是花市府的工厂 在做关系吗 只说现在因为被发现 柯文哲是带着橘子 徐子瑜去 这样请教猫猫 柯文哲那时候带他去 到底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事实上徐子瑜 去见见世面吗 是这样的 其实因为橘子 他那个时候 刚进北市府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争议事件了 包括说那个时候 就是有市议员质疑说 为什么把亲戚带进北市府 对 可是那时候柯文哲就说 远亲啊 很远很远的经济 对 后来就是慢慢 那时候就是讲了 后来大家去查 好像是说柯文哲以前 上台大念书的时候 去住他那个外婆家 去住外婆家 所以后来就是后续 就是给他到那个北市府来 那中间有一些桃色的那个八卦 然后还怎么样 后来那个 我们就可以听到说 里面就是说 柯文哲一直很努力地栽培他 说要给他培育成蔡壁卢2.0 所以其实最近新闻 给他下标 我就觉得怪怪的 那我就想说 奇怪前几年我们听到就是说 他是蔡壁卢 小蔡壁卢之类的封号 怎么现在变成那个大帐房 地下帐房 怎么不太一样 对 但是当初我们听到的都是说 他要培育成蔡壁卢的接班人 所以都会一直带在身边 那带在身边的时候 其实像那个 像那个他上次就跟那个中国企业家 代表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十几个人去吃饭 然后呢就是 因为那个刚好是我朋友 拍这个时候 照片是我朋友 对因为他们就说 他们刚好那天也去那个地方吃饭 然后看到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奇 就靠近 靠近要那个拍柯文 又有看到柯文 想说去拍一下他 就刚好难得看到台北市长去拍一下 结果一靠近 举止就气 就气扑扑的跑过来说 不能拍不能拍 就出来挡 是喔 是他出来挡 对他就是出来挡的 对就是那一个 所以 他出来挡 然后还用脚踢 没有啦 因为被赶远了 因为被赶远了 所以就远远拍一下说 这个人 要赶他们 其实就是他出来赶的 所以后来就知道说 后来越听越多 就知道说 他其实就会帮柯文 有点类似随护 好像把风是不是 对 把风 会帮忙赶人 而且啊 我有问过那个北市府一些议员 听说他都会去那个 议员的办公室 会乱拍 会乱拍 然后被骂 是喔 对他就进去 他很爱进去然后乱拍 因为他那个 好去乱拍 人家要拍柯文 就不行拍 对 他那个新闻有讲 新闻有讲说就是 他不但赶孩子拿出手机来 他手机拿出来反拍 就说你走不走 是有你说他态度 目中无人吗 对听说态度不好 我是不认识他 但我问了很多 因为之前就是很好奇 所以一两年前 就有问过打听一下 听说他就是很爱到处乱拍 然后有被那个 市议员的办公室里面的骂过 说你进来不要乱拍 对大概听到这样的传闻 所以他的形势作风 可能也有一点让人家非议 对就是听说态度不是很好 大概这样子 吴静也说 这个柯文哲是苏企儿的炼金术吗 想要装穷 然后骗捐款 然后又想跟这些当拿锯款吗 来范老师 怎么样柯文哲现在的一个情况吗 过去我们说他跟这些政商关系 的确非常的密切 密切 但密切的结果原来背后的目的 都是想要从这些身上的人捞钱吗 据了解 这个柯文哲他在台坡大楼的办公室要改装 我们看到现在说这个陈宜柱有捐钱 好像捐的人不止他 柯文哲拿这个明目到处去募款 就说他要捐这个 他的办公室要整修 请大家多多捐助 如果有其他人也应该被额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真的是一个 在诈骗界来讲是始祖 拿一个办公室到处去募款 到处去希望大家捐款 但是结果呢 他实际的这个支出可能远远的 是低于大家捐款的钱嘛 因为我们看那个 他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他那个整修的这个方式 是很简单的嘛 做个清缸架买一些现成的办公家具而已 根本不用300万 那到底募了多少 我觉得这可能减掉还要再去查 但是柯文哲过去说 财团是拿刀叉吃人肉 他一直强调哎呀 我跟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不一样 我从来不跟财团往来 我都是靠小额募款 想不到柯文哲 小额募款当然有 他真的是比其他 蓝绿阵营都厉害 另外一方面 他跟财团的关系 更是不遑多让嘛 我们现在看到几个财团嘛 除了过去讲台坡 对不对 再来我们看到这样也贸德建设 对不对 再来我们看王立宁的东森集团 再来陈英柱等等 好多啊 这个财团真的是目不暇击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柯文哲说一套 做一套 当然还包含我们后来看到的星光集团 包含我们看到这个沈庆金的这个 这个威金集团 全部都是在台湾赫赫有名的大型的财团 所以我真的觉得柯文哲太过虚伪了啦 说一套做一套可悲的是那些小草 那些磕粉还深信不疑啊 因为我们说我们柯文哲跟草人无关啊 都是我们大家省私俭用啊 我们小草捐给他的啦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 柯文哲大小通知耶 大小通知 有钱的档耶 他想要从这边拿钱 然后这些小草们收入很低的 一样让他们捐款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如果未来假释出来之后 或者他未来这个应该去竞选这个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 对不对 能够当选工商协进会理事长 就是我们台湾企业界的大佬 对不对 大亨啊 现在的吴东亮 他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企业界金融界的大佬 柯文哲不遑多让啊 这么多财产 他可以挑何底奈啊 他很有资格当这个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 他如果早一点从这个 不要当医生来从事这个企业 跟企业互动的话 搞不好今天真的是已经是 这个家财万贯了 如果他不当这个市长 可能他今天累积的财富更大了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今天这样的做法 他已经两次拒绝这个出庭了嘛 我必须要讲了 从这个事情看起来的话 就是金华城的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 检调现在已经有余力了 去管去这个 侦办有关于他政治现金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块 等于说本来是办金华城 办到什么发觉好像有跟政治现金连在一起 那表示现在金华城的问题 大概大事已定了 你看这两天都没有在月谈什么 猪亚虎了 也没有在月谈省现金了 这件事情大概就差不多了 准备在写起诉书了 已经在这个幕僚作业了 那现在侦办的方向开始 以往这个有关于政治现金这一块 这个要挖出个大秘宝出来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钱包 这一段还多的 还有北市科 还有雨果市场慢慢来 一个一个慢慢来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 刚刚讲过这个 徐子瑜这个举子 他真的是很神秘 我们看柯文哲当市长 已经当了八年了 这个人从来没有浮出台面 好像潜水艇一样 那柯文哲的案子到现在为止 也办了一个多月了 为什么直到 昨天我们才看到这个名字 虽然我们大家说他争议很大 可是他争议 始终没有在这个媒体上发酵 没有报道 他是非常低调的 他这个人本来就个子不大 他本来就是幕僚 对 秘书 你看他在很多 他其实也有助选 他那个助选的那个照片里面 好像他是不存在的 他都躲在旁边 他身材娇小 看不太出来 他打扮也是非常朴实 据了解他已经37岁了 可是这个看起来像个大学生一样 我37岁了 他跟这个林真宇年龄差不多 37岁快40岁了 可是助言有数啊 看起来很年轻 看起来像20多这样 对看起来一张大学生 你去看到这边什么大学生 所以他说他去日本去短期进修 大家也相信的 不过如果你说37岁是进修 年龄是又偏大 是不是这个幌子 可能在日本的校园 大家看起来觉得他很年轻 他是在8月27号 从台湾坐飞机到日本去 同一天还有谁想要出国 应小微 同一天 所以说克文哲当天要这个橘子 赶快到日本去避难 然后记得把钱 务好 管好钱 对应小微或许是嫌的这个 这个沈静晶的致命 要到这个香港去 一开始到桃园机场去 结果一到这个海关被打下来 说你被禁管了 就他立马赶到这个台中清泉缸 要搭最后一班飞往香港的飞机 后来被拦下来了 所以这两个人为什么同一天 离开台湾 当然举止成功了 这个应小微失败了 但是他们是不是克文哲跟这个 这个沈静晶他们已经讲好了 要两个重要的幕僚 两个重要的这个管财务的人 离开台湾呢 我觉得这个简连可以好好去思考 去问一下 他们有创有串通嘛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橘子 他的确看起来 他是等于柯文哲的内脏房 大家都大家都以为是什么李文中 李文中跟柯文哲当然是这个 从建中开始的同学关系 看起来他是管外脏 他是管外面的脏 包含像木格公司 包含他的妹妹 李文娟是负责这个禁总的账务 但是有关于柯文哲的内脏 内脏 特别是可能没有经过 所谓的政绩现金 私账 私账 USB里头的 对USB里面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会把这个 茂德公司的董事长 李明广 这个陈寅住 这个请来 请来 其实他们只是约谈 全部都很快就离开了 请回了 就是对那个USB里面的号码 那个密码 会不会从USB又看到一个 2020-121-1202 李董400 有没有可能看到这个 李董就是李明广 他捐400万 李董400万 那400万要怎么 你要怎么掰 你这么说凌晨四点见面吧 对 那范老师我很好奇 如果说这些私账 就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可以这样收吗 是不是就代表就是收钱 收贿 或者是贪污 因为你真正要申报的 比如说在政治先行专屋 这样才合法嘛 对不对 那那种私账的 不就是摆明的 就是收钱吗 对 所以你看就是说 像李明广 像这个陈寅住 昨天很快就进去一下 就离开了嘛 我觉得简单官只是 要确认一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这个USB里面的人 你有没有捐 你有没有拿钱给柯文哲 对 有 OK 就可以离开了 对不对 很快嘛 只有这个王立宁比较久一点 因为王立宁牵涉到 是21个高管嘛 他还捐给黄山山 黄山山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210万的 好 那其他都很简单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厘清而已嘛 那如果是这样 当然有没有对价关系 那如果有对价关系 那当然可能就 违反贪污之外条例 是 否则 但我觉得这可能 只是其中一小块 因为他们如果真的 有拿钱给柯文哲 对 没有透过政治现金 只是违反政治现金法 那小事情 罚款而已啦 但我就觉得 他要从这里面去 查出其他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重点 对 今天这个只是小菜而已啦 那我不要讲黄山山 是很有可能 在下礼拜被约谈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 不是只是间接关系了 是 东升21个高管 现在已经露出 冰山的一角了 对 大家同一天 对 重口一词 心灵相吸 同没有圈给黄山山 210万 对 你告诉我 哪有默契那么好的 对 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柯文哲的 这所谓的大水库当中 这个钱大有问题 因为昨天 这个约谈的包含这个就是说 嘉义的政商界 非常赫赫有名的 这个博弈教父 陈寅柱 当地真的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当然陈寅柱也创下 台湾司法史上 还起诉最高金额 10.7亿的记录 可以看出 他的这个 这个财富的实力 所以要请教国董哥 陈寅柱这个财力雄厚 对不对 当然他也几乎是 蓝绿之间都有朋友 但为什么会跟 柯文哲搭上关系呢 这也可以看出 这个钱怎么的捐法 跟柯文哲 其实要怎么样去看待 这当中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 柯文哲能够搭上 陈寅柱一定有中间人嘛 中间人你只要往 嘉义那个地区 过去是蓝的 是绿的 现在变成白的 还是变成无党的人 去想的政治人物 往这个上面去套 去想就知道 是谁牵的线嘛 只给三百万 刚刚管理人讲的真好 那个我们在外面的 那个江湖上的说话 欲宴一下啦 欲宴日语啦 就是一丝一丝 欲宴一下 捧个场啦 捧场的啦 捧场啦 欲宴啦 你想他被我划十亿 你每一都不周的 就可以拿出来 怎么可能只给三百万 陈寅柱真是猪大招风 他这次一定会想说 我这没问题 还要抓这条要做什么 欲宴应该出事吗 他真的要赞助一个政党 真的赞助一个总统候选人 那个没有几千万 没有五千 至少也要一两千万嘛 过去他有这个例子 不是没有嘛 还有前总统 还有人去他家道谢的 被怀疑是到底是 捐了多少钱 你一定要去道谢 还道谢两次 去他家两次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 真的让人家 他的故事真的很多 他两件事情非常困扰 困扰他的 就是上次发生的那个事情 让他觉得说政治实在不能碰 一碰让他出那种风 他不要出这种风头 他最有名的传说 那是嘉义的传说 我们讲传说 他在十几年前 还不知道二十年 十几年前 他估算他的现金 那时候他算一算有一百八十亿 他就分成三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要离婚 他分成三分 一分六十亿给老婆 一分六十亿给儿子 他自己留六十亿 跟这家博弈公司留在手上 因为这家公司等于就是金鸡母 生鸡蛋 留着 他取了一个 听说啦 取了一个这个也蛮有名的 已经退下来的这个李克星 他在嘉义那里已经轰动到 他的兵力的大大型的 兵力车的一一二二 他的车牌 车牌大家都知道 你一看就知道是他的 那嘉义的交通警察 哪个不知道啊 他很喜欢在嘉义的那个省道上 路旁停在那里 因为旁边有一家庭延式的咖啡馆 他经常会停在那里 到底是喝咖啡还是跟谁在那里密会 我们不知道了 他的那个房子盖得真是够水准 变成是嘉义的一个地标 你只要经过一看 哇那个房子盖得漂亮又结实 所以我说 以他这种身份 跟柯文哲打交道 如果真的为了金华城 其实他不可能去替金华城洗钱 去做这种东西 他的部分应该是跟金华城无关 无关 我认为说他跟王立宁 跟金华城没有关系 因为沈七七你再怎么有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说地上的财政专关系 我都可以掌得住 地下的这些博弈我也管得住 不可能的 假设有三百万好了 看起来不是进到政治现金专户里吗 是他可能私下帮忙 所以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属于柯文哲的私障吗 在那个USB当中被检掉查出来的 为什么会扯上 那你说扯上王立宁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王立宁有去标一些工程嘛 什么什么那个北捷的里面 什么什么什么看板的广场啊什么 他有去标这些 所以他政治现金你很容易就理解 那陈明珠是做博弈的 他去给你政治现金干什么啊 他有什么东西跟你扯上关系 勉勉强强如果是会扯上一点关系 尤其说澳门的这个赌场的教父 沈习米华 会跟这个 跟陈明珠会不会扯上一点关系以外 其他这怎么可能 拿这三百万 你民众党你必须说清楚 如果检察官调查 确实有这三百万 你民众党有没有入账 在你的账户里面 政治现金账户里面 没有的话 对 私下拿去给柯文哲 表面上就是装修台坡大楼的民众党办公室 结果装修费用还是民众党付 结果这个钱 跑到谁的钱包里面去 这个都是 而且我还到底民众党知不知道这笔钱 会不会是柯文哲才知道 因为会不会是这个陈明珠 做人情给柯文哲 可能日常在讲那些话 就知道他们这些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 怎么会可能给他们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今天检察官已经查到这一部分 就表示说 很多东西解码解出来以后 检察官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现在的部位已经跟金华人扯不上了 已经往其他地方去拓展了 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证明一件事情 柯文哲 政治对抗 今天我在公开讲 今天自由时报这个社论写得真好 观众哪有时去买一分来看看 自由时报社论上面这个 师父现行记 现行 他怎么讲 你要政治对抗 你必须要具备有那种 支援你这个对抗的道德操守 你屁股底下要干净 你才能政治对抗 不然你怎么政治对抗 对于柯文哲的秘书 橘子被认为是柯文哲的大帐篷 那记者就去问黄国昌 黄国昌他就说 他认识橘子 也看过他 他基本上就是柯文哲的随形 非常单纯的一个人 那看到有人把他形容成是柯文哲的大帐篷 真的会笑掉大牙 他说这是毫无常识的说法 先请教名誉了 那是黄国昌太单纯了 还是要故意要这样讲 那到底这个徐子瑜单不单纯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非常有趣 昨天其实约谈的11个人当中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人 叫做谢明珠 谢明珠是以前柯文哲的市长室的主任 那谢明珠昨天也请他出来作证 那他采访的时候讲到这句话 这句话很关键 你看他说他担任市长室主任的时候 因为被柯文哲的随形秘书 徐子瑜针对 所以他搬出了市长室 还另辟办公空间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的市长室专注行销文化什么 日本事务 一个主任被一个秘书针对 结果是 他很大 结果是谢明珠要搬出办公室 对 我就觉得 不得了 所以这是一个单纯吗 所以这还是黄国昌口中 单纯的一个小女生吗 对 那是不是也是柯文哲纵容他的结果 当然我觉得第一个 看起来很像后宫甄嬛传的翻版 可是我不理解 就是说你一个市长办公室的主任 你只是被一个随形的秘书 不管他是看你不顺眼 还是说针对 结果竟然是谢明珠要搬出来 那我就想说 那你局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 你竟然可以让一个办公室主任为了你 然后把他搬出来 那也不可否认 就是说我认为啦 如果是这样 照理说柯文哲正常来讲 应该也不会去答应 对 一个主任竟然因为你的一个小秘书 然后要搬出去 而且是 而且你的办公室主任要搬出去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说那你为什么要搬出去 还要帮你另辟一个办公室 然后呢 他就把那个主任问来 他就说 因为你的随形秘书一直针对我 那你不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啦 好 反正呢 柯文哲身边的灵异故事 这也太多了 讲不完 我只是说 从今天啊 这个谢明珠这样的说法 你就会认为说 其实这个许子瑜并不是 这个黄国昌口中 就是说 很单纯的一个女生 哪有单纯 代表说他也蛮会逗的 代表他也蛮会逗的 那我必须讲 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后续啦 因为谢明珠 其实他也是柯妈妈身边的人 对 那这个许子瑜当然大家知道嘛 他就是柯妈妈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嘛 然后他事实上他一开始是 先到这个柯文哲的 这个所谓的柯粉俱乐部啦 他帮忙 因为他很会就是 比如说做帐啦 很会直播啦 会网拍啦 所以他就是一个乖乖的小女生啦 所以他那时候就在那个 柯粉俱乐部那边先帮忙 然后后来呢 柯妈妈就觉得他做久了 乖乖 所以就跟柯文哲讲说 没有 你就让他去那个市府工作啦 所以那时候才会觉得说 才会觉得说 你知道那时候那个 大家在问柯妈妈说 那是不是你的人嘛 就那个柯妈妈就顾左右而言 他蛮厉害的哦 他那时候是许淑华去质问的嘛 就他讲说 那个许淑华议员 看你漂亮漂亮的 你赶快去嫁人啦 就大家那时候觉得说 天啊 许淑华在问你 结果你就问他 要不要去嫁人这件事 人家嫁不嫁人 关你什么事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柯妈妈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那你说这个 连谢明珠也是柯妈的人 但是还是代表有这个 层次的 是不是 因为谢明珠显然 还是敌不过橘子 所以这就是太后身边的人 这两边都在斗 两边都是柯妈妈的人嘛 所以柯妈妈这边是在斗 我这边讲一个有趣的爆料啦 就是说昨天跟一个议员同台 议员就公开直接讲说 这个橘子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柯妈妈当时 就是有听到 就是说柯文哲跟黄珊珊走得比较近 就黄珊珊看起来就是可以影响到柯文哲 所以柯妈妈那时候就叫橘子 就说叫他去盯紧柯文哲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 不要跟黄珊珊走太近 可能被拍朋友给影响啦 那最有趣的是说 当时柯妈妈听到 这个柯文哲要跟黄珊珊去日本 所以他那时候呢 还特地叫橘子 去跟陈佩琪讲说呢 你赶快叫陈佩琪跟着去日本 就说要叫他们都盯着点 让柯文哲跟黄珊珊不要走太近这样 这个是昨天议员的一个公开 公开的爆料 像监军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橘子啊 其实真的是柯妈妈安排在柯文哲身边 随时要跟黄太后 禀报的一个角色 对然后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橘子我们今天讲 他有两大特性嘛 一个是柯文哲够信任 那再来就是说他够低调 我必须讲不要包括连猫猫 这么了解民众党的人 他对这个橘子 就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熟 我跑柯文哲跑八年 但是你说橘子 我大概看过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符合两个特性 一个是很低调 然后一个就是他够信任 那你说他到底 能不能够取代蔡壁如 我认为他跟蔡壁如 是不同的一个角色 蔡壁如其实 因为他跟柯文哲 超过已经三四十年了啦 他跟柯文哲讲 几班长是可以讲得上话的 那譬如说李文忠 也是可以旁边献策的 那徐子瑜 他的抗掌 因为毕竟他三十七岁 对柯文哲来讲 他就是一个小孩子 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人 但是他比蔡壁如更好的 是说他够听话 使命必达 蔡壁如有时候还会塞性的 尤其蔡壁如后来 就做立委比较大尾啊 他还会跟柯文哲塞性的 可是徐子瑜是 柯文哲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是使命必达 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人 最后要讲啦 这几天大家都要讲说 这个柯文哲身边不是 有一个很坏的惯例 就是有一些实习生 像什么财团的 这个富三代啦 都来了 然后这个橘子去担任 这个班长的角色 那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柯文哲不给别人 去担任班长的角色 偏偏要给橘子 因为柯文哲他主要的目的 为什么他开这个实习生 最主要他是要握有 财团的第三代嘛 所以他不只去跟云 王立宁这些财团第一代 他还要去跟云财团第三代 但是这些人脉 你不能放给别人啊 他不可能再放给别人 别人替他去掌握 这个财团第三代 这人脉是要柯文哲独享的 对 所以这个唯一能够去独享的 他只相信徐子瑜 让他去担任财团第三代 你就知道徐子瑜 跟柯文哲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所以橘子的角色 看起来是极不单纯 看起来是有点像柯文哲 属于内庭的角色 也许蔡壁如是要对外 但是徐子瑜是完全是 属于他们柯文哲家内部的 所以也包含 他如果要去培养 这些政商关系 跟这些后代子女 他们有一个 所谓的实习生制度 来猫猫 那现在这个橘子 是不是就担任班长的角色 让班长来带领这些实习生 那也的确 这些实习生在过去 在柯文哲的办公室 也的确是有闹出事情 是这样 其实也不只在柯文哲的办公室 他们在外面也常闹事 对 我就举例来说 像这个 这个是许淑华提供的照片 当年提供的照片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就橘子 那个时候还讲远房亲戚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是橘子了 那这一位现在应该是 民众打秘书处的主任 那个什么江青山 这个就是那个交信 那个时候叫交信实习生 对 然后我跟你讲 他那个时候就是 北市府他们就记者会 好像就他站在旁边 好可能 因为记者拍摄 可能是人多 好像卡位 不小心碰到他了 他那个时候就超气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 你知道我妈妈是谁 对 我要让你什么 我要让你什么 没工作 我认识你们总经理 你死定了 那时候骂一堆 你知道身为我们这些网友 一看到马上回家 那时候是帮他查 就吵他爸妈是谁 对 就吵他爸妈是谁 对 就查到了 真的是有钱人 真的是有钱人家的富三代 对 所以他们就是 而且不只他 因为他妈妈 他妈妈是马家那边 他那个时候新闻也有讲说 就除了他以外 还有什么马家 有一个姓马的女生 是不是他什么 什么堂妹表妹之类的 所以其实他们家族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到那个里面当实习生 而且不只是富二代富三代 那时候还包括什么 正二代也都有塞进去 那时候就说是什么 科匹 延期营 战斗营之类 就是去练习 然后那收了以后 他们柯文哲就是 也讲不出理由 说为什么 后来柯文哲有认错吗 他有了 他有认错 他有了 完全就是 内举不必轻 或者完全没有去遵照 那时候的这个模式 公务员的制度什么 就叫他们进来了 对 那时候就叫举职去带他们 照片也有看到 就是会带这一群人 是当班长的样子 那后来的柯 那个交信 交信实习生 他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道歉长文 有写一篇 然后他讲说 他有跟柯市长道歉了 柯文哲有亲自打电话给他 很实习生 阿伯亲自打电话给实习生 面子很大 真的 然后他这句话 柯文哲先生是一位 那个青年正派的政治家 现在关在里面已经满月了 好不好 对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就说 所以阿伯一直就是打着说 他那个财团是刀叉吃人肉啊 怎么样就没想到说 原来他跟财团关系很好嘛 就带他们小孩子 他这个关系等于是做到财团的子女 就是一个 他其实会去关心年轻人 不是 他是关心背后的大老板 对啊 你说要给年轻人机会 那为什么你给的那些年轻人 都刚好是财团的第三代 对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质疑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 柯文哲怪怪的 对啊 那个时候2021年 2022年 那个时候就说 那你说好跟财团划清界限 刚刚也是跟举止有关嘛 因为他带举止去跟 那个财团见面吃饭嘛 对 那现在又是那个帮忙带 那个财团的 富二代富三代 对让他们有点工作经验 让他们 或是他们可以扛 就出去有一个头衔 我之前在北市府工作过 就是 因为你知道有些有钱人 他们可能想要一个 儿子有一些头衔 有没有 对啊 就进去给你过个水 然后就有个头衔 两边就一拍即合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被我们 大家质疑很多 但是他后续也没有 再多做表示了 对啊 这个柯文哲呢 给年轻人机会 但不是给真正的青年才俊 而是给这些财团 这些政商名人的 富二代 这个商二代 让他们能够进到 这个 这个所谓他的这个市府 或说他的柯文哲 办公室去历练 但是历练真的有训练到 他们呢 还是背后他着重的是 政商关系呢 因为你说真的历练 但是恐怕也让他们 是不是在办公室内斗呢 来贯挺 你们这些都是 黄国昌嘴巴上讲的 你们这些人 真的是笑到大牙 毫无尝试的说法 黄国昌的说法是说 橘子就是一个 很单纯的人啊 单纯的人耶 比我们这样子抹黑 但是呢 拍谁 我笑掉大牙的是你黄国昌 上一个你说 非常简单的人是谁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毒有真相 我当然百分之百 相信柯文哲主席啊 柯文哲主席 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 生活简单的柯文哲 简单到 四千三百万买商办 简单到 一亿多的豪宅太太去看 简单到 勿可有钱汇进你的账户 简单到 你的所有的什么基金会啦 智库啊 勿告收购啊 商务不清楚 好简单哦 所以呢 只要黄国昌讲的往东走的事情 你就往西想就好了 你没有觉得很奇怪 都是相反的 你没有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黄国昌堂堂一个党团总招 出来帮徐子瑜讲话 他的角度就讲说 我认识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 在帮徐子瑜讲话 那刚刚中翔哥讲的 就是说 以前啊 有关于什么内斗啊 匪文显示出一个重点是 他在柯文哲身边 非常重要 如果可以搞到说 陈一军咨询完之后 马上被 那个市府另外一派幕僚 打电话爆料说 这是举止 自导自演的戏码 你可以搞到 跟随护啊 有匪文 有等等这些情形 代表你当然是核心中的核心嘛 而且黄国昌跳出来 更证实一件事 如果连平常都在保护自己的黄国昌 都跳出来要保这个人 这个人重不重要 超重要啊 因为黄国昌 他之前说不认识端木正嘛 也不认识李文娟 结果他要说 他认识举子 还看过他 你要黄国昌跳出来 承认说我认识的人 这个人代表绝对不简单 代表这个人 第一黄国昌 绝对不能轻易切割他 第二 对于黄国昌 有价值 所以回来讲啊 吴静怡当然某种程度 了解民众党内部 吴静怡他认为说 对于柯文哲来讲 这一位 这个举子 比 陈志涵还被柯文哲信赖 对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柯文哲 他可能跟这些财团 至少见了谁 我们可以知道 因目前的激政 举子很清楚嘛 因为柯文哲常常 以前在新资历里面 写一个私 写一个私人行程 那你去的时候 柯文哲会带谁去 看来只有这个举子最清楚 所以还是呼吁啦 现在有蛮多的台北市议员都跳出来讲了 举子没有必要替老板承担法律责任 你回来 北剑也讲了 你只是证人 赶快回国吧 把所有的真相跟检方讲 不要当剃碎膏 其实这样看下来 这个举子 徐子瑜的角色 根本就是不单纯 而且呢 于宇军议员很厉害 2021年就已经咨询柯文哲 他那时候说 他的随护呢 这个陈文中跟徐子瑜 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那时候柯文哲是否认了 那请教这个宇军议员 那时候你怎么那么厉害 是有人跟你爆料是吧 我想其实 柯文哲第一次他选举的时候 他当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台北市的公务人员 其实是对他寄予相当大的厚望 因为当时候他的这个 慷慨激扬的这个演讲词 他说从今天起以后 柯文哲当时候讲 从今天起 你们不用服务蓝绿 你们只要专心服务市民就好了 因为我是公务人员的家庭 他这一句话 其实让这个台北市政府里面的 公务人员都相当的有感觉 但是没有想到 当柯文哲入主 台北市政府之后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看到的是柯文哲 要这些公务人员服务财团 还有服务这些政党 就是这个民众党 所以他们感到相当的失望 因为这些公务人员 他看到的是 当时候有一个这个实习生的制度 这个实习生的制度 就是让财团的三代 进来里面实习 那他们也看到 因为柯文哲他动动说 用人为财嘛 用海选嘛 可是选的怎么这些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呢 然后再来他也看到了亲信 当时候许子瑜称为 许子瑜举止他进来的时候 其实这些公务人员也觉得说 哇塞这我好不容易 这个高考考上公务人员 我考进来 我对这个台北市的市政是有期待的 我们希望好好的做事 但是呢 进来的这些亲信 以及柯文哲带进来的年轻人 以及这些财团的三代 动不动 动则就对这些公务人员没有礼貌 甚至目中无人 所以当时他们相当的反感 那甚至呢 他的态度是很气焰嚣张吗 态度就很嚣张 完全不甩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的 高阶的公务人员 发表了 别有了 不甩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的 因为战畅 吓死 不甩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的 不甩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的 解估许子